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吃什么吃 这里没有美食 现在的时间是2020年的12月14号 星期一凌晨的两点半钟 嘿嘿好哟 大家好 有一阵子没有录了 对 就稍微怠惰了 快要一个礼拜吧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我其实每天都会有奇怪的心得 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其实我每天录都可以的 我自己是有累积一些话题 说真的列得满满满的 有时候心情来就想要讲一下 但是你列起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就是没有那个感觉 你在讲那个主题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个人是几乎都是 当天发生什么事情 当天讲是最有感觉 最有感触 感触最深的 前个礼拜就是好 稍微怠惰懒了一下 所以就没有录了 我看了一下 也累积有点多 但是今天我要录之前 我就想了半天 看了一下我的memo 发现这些东西吃了好几间餐厅 没有什么心情 没有那个情绪讲 最后我还是决定 还是讲今天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会再介绍两间餐厅 因为说真的 这个礼拜我其实也吃了不少餐厅 那我就挑我比较有感觉的 重点的出来讲 第一间是那个祥云荣营 米其林二星的祥云荣营 这间餐厅是我很爱的餐厅 我已经不知道几房了 我讲一下我的感想跟心得 另外一间是 新科米其林一星 明寿司 我个人是寿司吃比较少 不过还是有一些感想心得 趁在记忆犹新的时候赶快讲一讲 不然到时候又忘记了 那来现在讲一讲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反正呢 就是关于评分的事情啦 我觉得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子 餐厅呢 你不可能讨好所有人嘛 对不对 那最近有人在跟我讲说 就是其实现在餐厅非常非常非常 注重Google Map的评论 OK 那曾经有人跟我讲过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有道理 就是当你觉得一个东西很准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不准了 OK 所以说 当你觉得Google Map的评论很准的之后呢 它就会开始不准 我觉得这个也是成立的哦 为什么 来 因为呢 当大家都知道它很准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去看它 对不对 那当然店家也会发现 Google Map的分数带来的一些效应跟影响 对不对 那是不是店家会开始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 买评价买分买榜买什么买什么 反正Google Map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系统 那所有人都可以注册账号 对不对 搞不好一个评分 5块10块20块 甚至有什么五星评价送小菜 五星评价送什么送什么 送你冰淇淋雪糕 有的没的 所以它就开始操作了 OK 当商人开始操作 那Google又没有去管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有没有可能准的会变不准 我觉得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美感在里面了 所以这样子的逻辑看来 其实刚刚那句话呢 是没有问题的哦 对不对 大家变准了之后 开始操作就会变不准 那其实我一直有一个topic 就是在想要聊说 那个Google Map的那个分数评分 到底该怎么看啦 但是这个放在我memo里面 很前面一直没有讲 一直没有讨论 改天有空再来聊一下这个问题啦 OK 好 那当很多店家开始知道 要在意Google Map评分之后 对不对 那就发生了 我朋友呢 去留言 几个人就 share桌菜 留言 然后给了不好的评价 给了不好的comment 好 没有问题 说真的 我觉得这OK嘛 那我先这样讲啦 现在这个世道 就是没有真相 我觉得大部分都没有真相 只有立场 那在这个的前提的情况下 我先不讨论 两边哪里是对 哪里是错 我想讨论的是 两边的态度是什么 那说真的 我是相信 我朋友这边 他讲的一定都是真的 那也是 说真的其实 评价什么 吃东西本来就是一个 主观的感受 对不对 那我觉得他很诚实的 把感受写出来 对不对 那好 那再来就是考验 店家的EQ 他的智商有多高了 因为很多人是 无法接受批评 而且我知道 有些很多料理人 或是厨师 他们有极高的自信心 无法去接受 我不知道你们办法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就是 自信心爆棚 真的真的就是有 然后他无法接受 一点点的批评 对 他就觉得 不行 我的纪录要完美 我一定要通常五分四分 你怎么可以这么低分 什么有的没的 里面反正就是吵了有的没 吵了一堆有的没 反正朋友就是在 Google Map里面 留了不好的评价 然后呢 那个 那个业主那边 餐厅方呢 就把他评价贴到粉砖 开始要去做公审公平 说真的 我个人觉得啦 公审这种东西 带风向这种东西 我个人觉得 你他妈真是太闲 才会去帮人家做公审 因为一般的事情 你看 光是那个跑法院法官 都要多少证据 他有办法说 谁是谁对 谁错 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谁是谁非了 你光是那个键盘侠 看一看文章 看看人家文字 就想要说 谁是对谁是错 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很多东西 尤其在网络上的 你只有立场 你没有真相 除非店家可能就好 随便那 他可能 他可以拿相机出来嘛 就是那个 大家都有监视器嘛 录一录录出来 OK那能证明什么 这东西就是主观的啊 对不对 有些人就是舌头话 有些人就是非主流 我觉得 你厨师 你要 你要把别人的 评价贴到 你的粉砖去做公审 我觉得说真的啦 就是你好像是不是也太无聊了 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你要顾好的是下一个顾客 然后应该就是 你看看他讲到底有没有道理 你觉得有道理的话 那你就改进嘛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没有道理的话 你就不要管他就好了嘛 反正 他就是只来这一次 他就不会下次再来嘛 对不对 这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啊 所以 我觉得做事情大概就这样 你不可能讨好所有人嘛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更好笑的会是那些 铁粉 就开始在那边安慰 就是感觉像是店家在自己的粉砖那边取暖一样 我觉得也很奇怪很好笑啦 因为 说真的 我就说了啦 所有的人 他妈的键盘侠 全部都不在现场 然后所有那边讲说 有的没的 对不对 我看那些粉砖就说 哦没有 你做的好棒 好好吃哦 我上次 上次就是跟朋友在那边很enjoy的 我的一餐什么有的没的 然后靠腰 那厨师有没有可能会失误 绝对有可能会有啊 对不对 这个又不是说工厂机器弄出来的 你又不是顶太风 对不对 所以一定会有失误 我个人觉得就算顶太风也是会有失误啦 所以你内餐好 并不代表别人内餐就好啊 而且有没有可能厨师大小 也有没有可能特全餐 什么都有可能啊 所以那边脑粉在那边 好 反正不管 反正就是厨师 那他自己会有自己的脑粉 那可能在自己的粉砖 在那边取暖 那也OK啦 对 但实际是觉得 在我第三者 比较中立的角度看起来 我是觉得 蛮 很好笑啦 就是 我觉得厨师 你就是精进自己的厨艺 那 你考不好 好 一千个人里面 两三个人不爱你 那就算了嘛 我是觉得很多 其实说真的 很多那种老店 评价上千折的 他妈的 根本就忙到 没有时间去管那些负品 举个例子 像什么 阿玉牛肉酸酸锅 他说真的 他负品也是不少 你觉得他们忙得过来 去看那些东西吗 干 根本忙不过来啊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去 一折一折的看那些负品 他们根本不用管 好吗 因为他妈跟赚翻了 好吗 他只要顾好自己牛肉品质 自己东西 根本就是无敌了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 就觉得 消费者 消费者可以讲 但是我觉得 你只要很公正 不要偏颇 你把你的主观的事情讲出来 不要恶意去攻击 都OK 那店家那边的 我觉得 他妈的EQ是高一点啦 反正酸民一定会有的啦 说真的 我写部落格 我在那边放IG 放Looppac 一定有干净我嘛 对不对 那我最近呢 就看了 有一个语录 算语录吧 我觉得讲的 非常的好 他呢 这句以路之这样讲 就是说 Don't worry about those who talk behind your back They're behind you for a reason OK 他的意思就是说 千万不要去在乎说 别人在背后 说你什么话 他们会在你的后面 一定是有原因的 什么意思 就是 他妈你走在前面 他们在后面了 你根本就不用去理 他们讲什么 我后来想想说 对啊 说真的就是这样子 很多人就是 譬如在荧光幕前 或是在 当个是什么 IG网红之类 后面有很多人在讲 他坏话什么 有的没的 干他妈那些就是 我觉得后面那些就是 就是鲁蛇 你只会躲在荧幕后面 当键盘侠 批评前面的人 那你看那些YouTuber 虽然很 我知道很多YouTuber 被骂说什么 那个什么 肤浅啦 对不对 拜金什么有的没的 然后怎么样 他妈赚的比 赚的比你多 比你有名 那你当个键盘侠 在那边骂 对不对 他们要care你吗 我个人觉得 他们的心理素质 都很强啦 所以呢 你 反正 我觉得这个世道 就是这样子啦 那当你被别人讲 代表说 他妈你是这个咖啦 对 然后再来讲的 就是说 我个人觉得 你只要 留评论的时候 你觉得你 问心无愧 没有理亏 你讲的全部是事实 我觉得不要测留言 真的 因为我觉得测了 代表 你就是输了 就是说 我理亏 我前面可能讲的是不对 或什么有的没的 所以我就觉得 真的 你写的每一些东西 写的每一个字 都要非常的 公正啦 就是好 主观也好 就是口味就是主观嘛 好吃不好吃 你写主观 你不要去攻击别人 然后写了之后就 不要测 那我自己的做法 可能就会是说 写了之后 那发现 好OK 我的错 我的错 我的错没有问题 但是 要是我的话 那我会可能再另外发一个update 就是说它是错误 我道歉 但是我觉得原本的 尽量就不要测 对不对 我个人是这样 这是我自己觉得 OK Murr了这么多 其实很多心酸可以讲 因为我个人 研究了那个评分 研究了非常非常久 我研究了快十年了 各种评分 我都研究过 我都看过 那这个有之后呢 再来花时间 来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问题 好 那我现在讲一下 那个餐厅 第一间是那个 明寿司 明寿司 米其林一新 新科米其林一新 那这间寿司店呢 我个人是给1.5天 因为我觉得 第一次去的店 我都不会直接上二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 如果是很稳定的话 如果说 我每次去都有 这个等级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给二 但第一次去 我觉得嗯 不错 它真的是有那种 米其林一新稳稳的 架式跟板塞 然后呢 说真的啦 明寿司也不是很好定 尤其是他拿米其林之后 那这间明寿司呢 在拿米其林之前 我朋友一直去 去了很多次 他都拿了之后 变超难定之后 他就不跑 那个明寿司了 因为太难定了 那我这次去呢 是中午去的 然后吃的是中午 五间套餐 它有分2500跟3500的 那我当然是直接攻顶 但是他不给我吃晚上的4500套餐 反正就是3500 OK 我觉得也很满意 3500加一层 所以大概是3850块吧 大概这个价钱 那整个讲起来 我先这样讲 就是我觉得最强的是 他的鳗鱼 他的鳗鱼 真的蛮厉害的 他的鳗鱼 他就是那个 好 调味什么肉都没有问题 那 他有个加分的像 就是 他的皮是脆的 而且是那种QQ的脆 所以咬起来会有卡滋卡滋的那种声音 那鳗鱼呢 他就出了 我忘了有几道 十几道 我发现十几道菜 鳗鱼就占了两道 一个是鳗鱼的手卷 就是 他就是海苔嘛 然后 一点点饭 然后生菜 然后 那个鳗鱼 这是植树叶吧 鳗鱼 这样夹起来 然后 我觉得 他的鳗鱼手卷有个问题 就是 他的那个皮 因为有点 它轮 所以比较咬不断 所以在吃手卷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大忌 就是里面东西咬不断 是大忌 那 一般手卷咬不断的 会是 湿掉的海苔 而不会是里面的料 那 这个鳗鱼手卷虽然好吃 但是我觉得就是 那个皮稍也咬不断 不然口感真的无敌 是不是它脆一点 会比较好咬一点 不知道 那第二道的鳗鱼呢 就是直接就是 就是 就只有鳗鱼而已 然后给你 那个 那个 哇沙比 就是放在旁边 让你吃 但是我个人觉得 他为什么不给三椒呢 因为后来呢 我们有加三椒 他又给我们三椒 但是是后来 我们要了才给 我觉得应该要加三椒 比较合啦 我还是觉得 还是要放一点三椒 在盘子上面 给客人吃啦 反正他的鳗鱼呢 我个人觉得处理得很好啦 一个好像是 算是 他没有讲 一个 那个鳗鱼卷呢 鳗鱼手卷是 好像是红烧的 然后呢 一般出的鳗鱼 好像就只是烤一下 然后就这样脆脆 让我们直接入口 很OK 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很厉害 然后其他呢 海胆就是直接 就没有什么调味 就直接上 毛蟹的做法也不错 然后石斑鱼 就那个很脆 口感很清脆 哦 他的花卷 青花鱼卷 哦 真的很好吃 你就不知道 他在 忘了他调什么 反正他就是 一个鱼卷 然后里面有一些 什么青葱啊 什么 有的 还有一个 但是 他那是什么 那个 那个泡菜 什么东西之类 烟菜类之类的 青花鱼卷 我觉得真的 也蛮好吃的 然后其他的 我觉得火候啊 什么的都很OK 我就觉得 有一个比较 那个 比较可惜的 就是我不知道 因为有几个朋友 跟我讲说 他们的醋饭 好像 他去过 蛮多次 但是有一两次 醋饭 很不OK 可能是做坏了 的话 还怎么样 反正是不OK 他问我醋饭 算如何 那我只能跟他讲说 对不起 他的握寿司 他出了 大概 七八卷给我 我个人觉得 他的握寿司 里面的芥末 太多 太强细了 就是已经 我觉得强到 那种鱼肉的 那个鲜甜味道 都 有点盖过去了 我是没有跟他讲 我就看他会不会调 但是 对 就 我觉得 比较可惜 鱼肉其实不错 但是 芥末太强细 芥末太多了 一点点 就这样子 所以他的握寿司 大概一半是手食 一半是握寿司 那握寿司 我觉得 不到难 没有难吃 也是好的 也是厉害的 但是握寿司就稍微 比较没有 那么的突出了 OK 反正他的前面手食 手卷 什么烤青花鱼 什么又对没的 什么那些生鱼片 我觉得都很厉害 我觉得 整个看起来 如果说 如果说 他的握寿司 可以在 节目不要那么多的话 我觉得可能 可以再给他 更好的评价 不过这已经够高了 那最后呢 就是两道甜点 玉子烧 我觉得就是 一般般不难吃 也不好吃 然后最后呢 这个水果 我觉得那个水果 哈密瓜 它超甜的 它水果不马虎 哈密瓜超甜 然后那个 联悟也很OK 对 OK 好 那反正就是这样子 那握寿司呢 我个人觉得 我应该也没有什么机会 再去吃了 因为真的是 他妈的有个不好订的 因为我发现 当天有个熟客说要订 已经 现在是几月 现在12月嘛 拿出iPad 关 熟客就是不一样 有iPad可以订 可以订一个月之后的 因为 升客就是 订一个月之内 然后那边抢半天 抢不到 对 他就一拿出来说 12月 现在要3月才有位了 3月OK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 应该蛮难的啦 对 那下一间呢 我难想去吃那个什么 就是付出 后来付出的酱热 听说酱热妈超强 对 酱热听说又比 之前更强了 对 以前我蛮常吃酱热的 那现在反正不知道 听说也不好订 也订了很晚之后了 对 就这样子 好 那名寿司 棒棒 赞赞 就这样子 有推啦 有推啦 我蛮推的啦 就是比我之前吃到的一些 好 寿司吃不多啦 但是这个我觉得 吃起来算是 有水准的 有水准的那种 Omakase的寿司啦 好 那再来讲一下 下一间就是 我个人其实蛮爱的 龙银 祥云龙银米其林二星 好 那其实龙银 我吃了不少次啦 那反正我几乎每次 都是包箱或是包场 所以我都可以 快开心心的 打得我的补光灯 没有问题的 对 那 我上一次给的评价是 我其实上次 我已经给了一天 你知道吗 算是给一天 那 这次想说 看你能不能够绑回一层 对 那这次呢 呃 他事实上呢 在用餐前 一两天吧 他有打来说 是不是主菜有两个 要问我们要哪一个 他的主菜有一个 反正一样是 那个乳鸽 乳鸽 然后呢 另外一个主菜是 新开发的鸭胸 好 那反正其实乳鸽 吃了不少次了嘛 而且乳鸽 我吃过他两种做法嘛 一种就是炸的 反正就是 有个乳鸽 就是一个绿色盘子的乳鸽 一种是 全部都是酱的 用马告酱去腌的 发生两种乳鸽 我都吃过 那想说 那这次呢 就是换换看 那个鸭胸咯 试试看咯 其实我说真的啦 我步骑不带 没有伤害 因为 我觉得台湾的鸭胸 没有一间 是做得很好的 唯一觉得好一点的 就是 厚腿 我觉得是 厚腿的鸭胸 是有水准的 那龙鸽想说 给他一个机会看看 那个主厨 会不会 比较强一点 他的鸭胸呢 好先讲一下 他的鸭胸 就是放在一个 烤盘上面这样的烤 然后整个都是烟 很香 他那个烟真的蛮厉害 很香 所以 鸭胸会有一点点的味道 然后呢 沾什么 他沾的是红 好像是红麴的 什么梅子酱吧 反正就是 鸭就要沾什么 冰梅酱 对不对 好 他就是 沾那个 鸭胸 那个 就是 那个 红麴的什么 那个豆腐乳 腐乳冰梅酱什么 我忘记了 反正是红红的 我吃起来觉得 还OK啦 蛮 老实说 我觉得很 有点 有点失望 有点失望 可能我口味 不太不一样 但是 我个人觉得 主餐还是叫鸭胸 不然就不是叫龙银了 好 那鸭胸都先讲完了呢 好 那我讲一下 整个overall的感觉 鸭胸 好 那 鸭胸 反正鸭胸讲 不是鸭胸 对不起 鸭胸讲完了 那 另外一个 就是我觉得 那个 龙银 该要有的强项 我觉得应该是玉米 那 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觉得 那个主厨 龙银主厨 把玉米玩得 他妈出神入化 真的是太厉害 太厉害了 有人是跟我讲说 玉米 因为季节 不到 所以 这 现在的季节 不是残季 所以这次的玉米 出了少一点 但是我觉得 玉米这种作物 不是一年四季 都要有吗 我不确定 因为我预期 就是玉米的 那个 那个 菜色会出比较多 因为之前好像出了 两三道玉米 我觉得 哇靠 他妈的玉米 真的是 他把玉米的那个 味道玩得 真的是很显手 鬼斧成功 出神入化 完全无敌 真的 这次只出了前菜的玉米 有时候就会有点失望了 OK 就觉得玉米元素很少 对 其实蛮期待 他有新的玉米的元素 或是菜色出现 就没有 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重点 就是 每次的生鱼片 他都会做一些腌制 腌制处理或什么的 反正就是 他生鱼片不会就是切切给你 也不会是只有收成 他会做一些处理 什么烟熏什么 有点没的 那OK 那这次 另外重点就是 生鱼片会沾刺葱酱 他这次没有把刺葱酱 放在生鱼片里面 他把刺葱的酱 放在别的地方 我觉得 天哪 我吃的是没有 刺葱酱的生鱼片 在龙银吃了 没有刺葱酱的生鱼片 那宝宝就觉得 有点伤心 就觉得 好 主厨果然是 变化相当相当的大 就是 几乎 这是几乎 全部的东西 都是新东西 对啊 好 跟上次 一样 就是全部都换掉 那 我个人觉得 整个吃起来的话 最强的 其实 变成是甜点了 甜点是柚子布丁 柚子布丁 它真的超好吃的 OK 那整个吃起来的话 我觉得 有比上次再强一些 但是 没有回复到 去年 就是 18 19年的水 我觉得 我觉得没有啦 还是那时候 我已经 不知道 反正 我不知道是那时候 比较强 还是那时候 我刚刚接触龙银 反正我就是 两次吃起来 觉得没有 1819年的强啦 OK 那反正 整个吃起来 就大概就这样 那让我有印象的话 玉米的话 它的玉米就配 金黄 我觉得也还OK 然后呢 蛤蜊三星葱蛋 就是用蒸蛋的概念 这道菜 我个人觉得 蒸蛋很鲜甜 很不错 然后呢 它的那个蛤蜊 是用 有焦香 它好像去 烤过吧 可能用火焰枪 稍微揪一下 烤过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 是那个焦香味啊 配那个蛤蜊 真的超棒的 很搭 但是问题是 蛤蜊有点 有点咬不烂 对 但是味道很棒 很好 然后汤的话 就是竹地鸡 巴西 蘑菇 油菜花 这个我觉得就还OK 那剩一片的话 黄鸡鱼 春鱼 石斑 龙虾 没有吃葱酱 我就觉得少了一味 东西是好吃 好吃 龙虾很好吃 很赞 棒棒 但是没有吃葱酱 就觉得少一味 因为之前 我就是连刺葱酱 整个碗拿起来 端整个喝掉 刺葱酱真的超棒的 你知道吗 无敌啊 好 然后再来是 五载鱼 九皇 小黄瓜 它这五载鱼啊 它煎得有点半身手 火候很厉害 很好 这个很OK 但是不到非常突出 好 然后再下一道就是 那个鰻鱼 毛豆 刺葱 刺葱 刺葱放在 跟鰻鱼放在一起 它毛豆的话 它不是整个毛豆 它是弄成毛豆泥 很特别 那个毛豆 反正是每个都刮刮刮 刮到几乎快光了 就是要把 我甚至整个盘子 拿起来舔毛豆泥 你知道吗 那个毛豆泥超棒的 但是 整道菜的那个 那个呈现 presentation的话 我就觉得 OK 因为 我没有吃 比较 没有吃过 鰻鱼加刺葱的 它刺葱放在这边 是有点 但不然奇怪 OK 算是不错啦 好 那再来呢 就是 白纸 然后 轻手的大根 然后鱼子酱 OK 这道菜也OK 也算不错 因为有鱼子酱拍起来 就稍微虎花一点 照片很好看 也不错 好 然后 就在煮菜嘛 鸭嘛 豆腐乳酱 还有那个什么 红麴的酱 那边沾一沾 这个鸭就是 说真的啦 呃 它的鸭 这个其实不难吃啦 它的鸭胸不难吃啦 但是如果你要以 龙银的标准来看 它是觉得 我就觉得它是仆仆 因为龙银 因为它是龙银 所以我有更高的期待 就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腐饭嘛 月光米干雕啊 柳松菇过猫 它这个饭真的很香啦 不过我觉得还是 过湿了一点 因为之前有反映过就是 那个腐饭不要煮这么湿 反映两三次之后 主厨就冻没掉 就是说 你可以让我自己发挥吗 OK好 从此之后我们再也不讲 每次都吃很湿的腐饭了 好OK 那再来呢就是 做很强的白柚布丁 真的很厉害 真的是超好吃 还加了九层塔油啊 什么台东百花蜜 这个甜点真的是超棒 无敌战 超厉害 最后就是草莓 然后加那个 他们自制的冰淇淋 这个就觉得 很妙啦 就是草莓冰淇淋苦茶油啦 草莓真的超香 超香 但是我觉得 比较美中不足的是 我觉得草莓 那个冰淇淋给太少 因为到后面 就是你草莓要搭的苦茶油 跟冰淇淋一起吃 就很搭 非常非常搭 但是我冰淇淋一挖完之后 那个草莓单吃嘛 超酸 所以我变成是后面的草莓 它草莓是腌制过的那种 因为像是 草莓要做果酱之前 不就去煮煮煮吗 它就煮到一半之后 直接淋上去 所以像是草莓 整颗的草莓 草莓酱 OK草莓酱 那可惜就是 我觉得冰淇淋给太少了 最后草莓酱就是酸 我觉得太酸了 所以我草莓没吃完 好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 然后有个朋友是不吃草莓 因为他过敏 那换的就是 世家跟豆腐乳的甜点 那个是旧甜点 我之前就吃过了 知道才真的超棒的 世家豆腐乳 这个搭配 真的是又甜甜咸咸 我觉得真的超厉害的 它甜点真是好厉害 对 OK 好 当然 所有猜测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 对我来讲 几个大重点 就是主菜呢 如果你想要尝试压胸 就试试看 不然我觉得 不是很建议 主菜换成非乳哥的东西 再来就是 玉米的元素变少了 就玉米元素变少 我还是蛮 蛮希望它的玉米元素 可以多一点 因为它真的太厉害了 OK 好 然后呢 还有那个什么 就是 赤葱酱 就是剩余片赤葱酱没了 然后 最强甜点就是柚子布丁 就是我 这次餐会 吃龙银的感想 就在这几点 那说真的 刚好今天呢 也跟朋友聊到一件事情 就是 为什么 龙银可以这么贵 那 我是先说一下 我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感想 为什么会这么贵 这样讲好了 就是 他一开始是朋友先问说 龙银是 多久 换一次菜单 我说大概是每一季会换 大概三个月换一次 三个月换一次 可能就是一年就换四次 但是我说龙银换菜单 是他妈换的一个彻底 非常非常的彻底 就是像我这两次吃 几乎没有一道菜是一样的 它是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的 然后呢 你要知道就是 开发一道新菜的 那个成本是非常高 而且非常非常累的 那我就叫他去看那什么 东京大饭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东京大饭店 他们就演那些 开发的菜色的一些艰辛 我不确定那些 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假 但是我觉得可能 有一些都是 虽然说可能是假 但是我觉得也八九不离事 所以每开发一道新菜 都是非常非常累的事情 那你每一季 要把13道菜 他妈全部换掉 我个人觉得很累 不像他今天讲到 提到了嘛 像侯不秀 可能他自己就一堆菜单了 对不对 侯不秀他自己有食谱 有菜单 所以他可能就是 Shift可能就 就可能里面挑几个 就是比较经典的菜色 出来煮啊 做啊 可能有开发新菜单 可是大部分可能主要 譬如像那个什么 经典鱼子酱 对不对 就是侯不秀 开发出来的菜单 所以你只要造着他的食谱 然后稍微做一些微调 就可以出来 但是荣莹不是啊 荣莹真的是 我觉得 他是在 全部都用台湾食材 然后去做出 那些创意菜色里面 我觉得是 最强的 最强的 因为说真的 所有的食材 不是说他妈的拿出来 乱乱兜 就可以弄出来 一个很好的味道了 真的 所以呢 他不但要有那个舌头 要那个 那个 那个创意 那个去尝试 然后可能要到处去 产地去找食材 什么有的没的 这次是很累的事情 而且一次换 全部换掉 我就觉得真的 13道还11道 忘了 反正全部换掉 这次真的是 相当需要令人鼓励的 我是真的觉得蛮厉害的 因为我看 你看像一些老的餐厅 像侯不秀 有些叫侯不秀 那譬如说 移工 譬如说 你看那个什么 金棚来 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吃 那明府也是 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吃 就是 那时候在探讨说 为什么 那个 龙银要6000 那为什么其他餐厅 台菜啊 就是 台菜 就是中式的 不用那么贵 就是因为 我觉得开发成本很高 那你看那些 中式的餐厅 他什么时候换菜单 他顶多是换一两样吧 几乎都是 那些东西 然后 再做个小改进 再做个小改进 调调胃口 换换切法 换换摆盘 换换 其他的 可能 譬如说什么 北部的鸡 换南部的鸡 放山鸡 换成那个什么 饲料鸡 什么有的没 对不对 换一些小东西 但是 食材大概就是那样子 就是会做小变动 我觉得这个成本就是 相对低很多啊 对不对 那我后来发现 原来名符的 佛跳墙里面东西 也会变 你知道吗 但是就是小变动 主要的食材 菜单是差不多的 但是像龙银这种的 就是 我觉得 他换的 改变真的太大了 对 OK 那 所以说他一餐 6500 个人觉得 其实是不贵的 因为他开发 每道菜设 要时间 他又不是跟日本的 煮出 哪些菜单 为什么 因为日本的 可能都用日本食材 台湾的 全部用台湾食材 所以我真的觉得 目前在台湾里面 会去搞这些 用台湾食材 做创新菜的 做得很强 就是他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 可能就是Logic吧 Logic我觉得 可能要再观察一下 Logic其实也蛮厉害的 不过Logic比较便宜一点 可能他觉得自己 我不知道 反正Logic现在也要4000多了 对不对 差2000块就要赶上龙银了 反正我自己是这样看 既然是创新菜 就会有冒险 所以就变成是 对于口味上面的接受度 会比较 我觉得会比较落差 会比较落差 比如说你可能会变成像 我上次吃就很难吃 这样讲 也不能说难吃 我只能说失望 因为他是龙银 所以我对龙银会有相对的 比较高的一点的期待 对 因为其实不难吃 但只是跟之前太强了 那我就觉得说 如果说你要 真的要让龙银 去出那种 全部美季最强的 超精灵菜式 我觉得他一定出得出来 而且卖吃起来 一定会超爽 真的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有一次餐集 就是某一个 反正某个单位办的一个活动 然后那个活动就是 我看得出来 那个全部都是经典 最好吃的菜色摆出来 然后又超便宜 也不是超便宜 就是便宜 然后含酒 而且主厨出来 都有table service 看他真的超屌 因为我吃这么多次 主厨还没有出来过 那个event 反正那个活动他就出来 那全部都是旧的菜 没有新的菜 我看 因为我都吃过 真的超满足的 超开心的 对 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就是 主厨就是 一直要想要有去突破 去创新 这个我觉得是 需要去鼓励的 因为说真的 守城 守城虽然也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我觉得 创新突破 更需要值得鼓励 不然永远都只有那些菜 对不对 OK 好啦 这样一直在讲这些东西 好啦 今天先mrm到这边 讲了32分钟 一次录完 好啦 先这样 有什么事情的话 IG可以丢我 或是顺便给个五星好评 然后留个评价 留个留言 你留一星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理你 我都讲了嘛 对不对 我前面有没有讲 留坏评价给五星 对不对 我刚刚忘了讲 留坏评价给五星 这样人家 餐厅要骂 也不会骂得太凶 我就给你五星 我只是后面写错 对不对 到时候可以凹一下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然后呢 五星的话 也比较多人看到 我就想觉得 五星就在最前面 然后 你把不好的写在留言里面 好 就这样啦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